后端服务接口成功地验证了用户的身份以后 会去给用户签发一个token 在这个token里面除了token本身 还包含了一些跟用户相关的一些信息 现在在这里面有用户显示的名字 邮件的地址 还有用户名 我想在这个token里面包含一些额外的信息 比如说用户的权限 还有用户的头像等等 这里我们就要去修改一下后端服务接口返回的这些数据 之前我们在wordpress里面添加了一个自定义的插件 在site,web,app,plugins这个目标下面 就是这个0号wprest 打开它里面的这个prp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自定义的函数 函数的名字叫0号wprest jwtauter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data 还有一个user 这个函数里面的data 就是返回的那个token里面的数据 在它的上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需要的那个用户的头像 先添加一个avatar 它是一个书组 里面就是一些不同尺寸的头像的地址 比如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lg 表示large 它的值就是一个大号的头像的地址 得到用户头像的地址 我们可以用一下wordpress提供的get avatar url这个函数 这里我们需要先去把用户的id告诉这个函数 后面加上一个选项是一个数组 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size 去设置一下需要的那个头像的尺寸 这个大号的头像的尺寸可以是192像素 可以再复制两份 然后添加一个md 表示中等尺寸的头像 size是96 最后这个呢是sm 表示小号的头像 大小可以是48个像素 下面我们可以在这个data的下面去添加一个user avatar 它的值就是我们上面定义的这个avatar 在这个返回的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下用户的权限 在这个data里面去添加一个user caps 这个caps就是wordpress里面表示权限的东西 意思就是capabilities 它的值我们可以用一下user里面的caps 最后我们要return一下这个修改之后的data 再把这个自定义的函数去挂载到一个地方 用一下add filter 挂载到的地方呢是jwtauth token before dispatch 我们的函数的名字叫0号wprest jwtauth有限级是10 有两个参数 下面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的小程序去试一下 在这个登录的一面上面输入一个用户名 还有对应的密码 按下登录 请求成功以后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响应回来的这些数据 现在在这个数据里面会包含一个user caps 它里面有一个administrator 这个用户对应的值呢是true 意思就是这个用户呢是网站的管理员 另外这里面还多了一个user avatar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些不同尺寸的用户的头像